不离桃源医院清零计划结果出炉 PCR检测2135人 三人检验中其余阴性 携轻抗体682人 一人判定中 其余也都是阴性过关 指挥中心将再启动第二阶段筛检 原先只针对红区人员进行的 血清抗体检验 如今指挥中心宣布改为 全院医护与外包人员都要进行筛检 预计2月7号8号执行地点 同样是位在后方的立体停车场 临时宣布全院血清检测 莫非是院内群聚事件又有变数 本来是想是要过年后再来做 后来觉得这次进行前面 因为PCR检验也进行得非常顺利 效率也很高 所以就剩下还有一些空档的时间 就早一点做了 只是把原定计划提前施行 两天时间要筛检1700多个检体 送至昆阳实验室 结果预计年后出炉 我们大概就是利用春节 大家休息的期间 还是请部分的同仁出来 加班来进行检验 之所以要做了这广泛的检验 那我们就想说 把整个的图像都能弄得更清楚 那给这个未来在这样的空间里面 需要做哪一些防护 能够可行又有效 抽血检测 厘清时序才能算正式终结布桃群居案 疫调做得更彻底 让未来防疫工作也能同步升级 大家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